好,总算把波长还有V等Fland这个公式全部讲完了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讲下一部分了 我们要进一步探讨这个正选波的波数 还有这个性质还有关系式 这个黑板有点脏乱,我来整理一下 好,这样看起来比较干净了 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说V等Fland 这个V就是波数 F就是频率 这个Landa就是波长 那你还记得老师最原始说 这个波数跟什么有关吗 你要回答跟戒指的什么 跟戒指的性质有关 那你想想看 那如果是在神波 如果是神波的话 那你想想看波数跟什么有关 当然是跟绳子的戒指 因为绳子就是戒指 对不对 所以是跟绳子的性质有关 那一般来说呢 会影响绳子的性质呢 无非就是密度 对不对 还有绳子所受的这个张力 张力 对不对 不同的绳子就有不同的波数 再讲一次哦 不同的绳子会有不同的波数 比如说比较粗的绳子跟比较细的绳子 波数就不一样哦 你想想看 比较粗的跟比较细的 猜猜看 哪一个波传递的速度会比较快 有没有同学猜到了 诶 我来告诉你好了 实验上告诉我们 这个粗绳子啊 线密度比较大 所以呢 波数比较慢 换句话说 细绳子呢 波数比较快 那你可以想象啊 这个粗就像一个大象 有没有 大象当然会比较缓慢 有没有 你可以这么去想象啦 所以呢 老师再说一次 神波的波数呢 跟绳子的这个密度 还有它的张力有关 不过呢 正因为神波 绳子像一条线一样嘛 我们就要改成线密度 线密度有一个专门的符号 叫做μ μ要这样写 所以呢 它是有一个公式哦 公式是这样子的 老师把公式写出来 就是波数啊 等于v等于 根号的f除以μ 也就是张力呢 除以线密度 这都是我们做实验 所得出来的关系式 那是关系式 也非常重要 所以呢 像这个粗的绳子 它的波数会比较慢 所以你看公式 当这个波数是小的时候 换句话说 它的泄密度是不是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说 这个是μ比较大 那细绳呢 当然是μ比较小 对不对 那老师来进一步问你哦 如果我用一个粗绳连接一个细绳的话 然后把一个波呢 从粗绳运动到细绳会怎么样呢 或是我从细绳传递一个波到粗绳 那会怎么样呢 就是我把它连在一起了 这要看实验了 我等一下告诉你 但是我先让你看实验 刚好呢 网路上有个影片 我给大家放来看看 好 首先呢 这个是神波 它是从粗绳 也就是众绳到细绳 来你看一下这个会怎么样哦 哦 出绳 哦 有没有看清楚 出绳到细绳 有没有发现 好 你发现到什么 出绳到细绳怎么样 嗯 有些同学已经观察出来 他说老师 我刚才看影片 我发现 诶 他从波数哦 刚才在出绳哦 这个走得很慢 那走到细绳哦 这个波数就变快了 对 波数变快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波长也变大了呢 对 但是呢 频率是一样的哦 因为都是同样一个波 频率是一样的 那换句话说 如果是从细绳走到组绳 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 就是从轻绳到众绳 也就是从细绳到绳绳 来 你注意看哦 速度变慢 有没有发现波数变慢 再看一次 哦 而且呢 政府也变小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是什么 没有错 就是因为从细绳到初绳 我们因为初绳的泄密度非常大 所以呢 波数就下降了 啊 而且呢 波长也变小了 但是呢 频率是不变的哦 啊 那顺带补充 那如果不分出绳 如果是同一条绳子呢 如果同一条绳子的话 你想想看 那是不是就跟他的张力有关了 对不对 张力越大 他的波数就越大 对不对 因为同一个泄密度是一样的嘛 啊 所以同一条绳子 张力越大 波数也越大 啊 是成正比的 啊